好 您在今年最后一季还会出镜 不管是观光或双旅 还是要注意一下新冠疫情 因为稳步上升 今年是针对XBB.1.5的变异株 更新配方的2023年版新冠疫苗已经开打了 流感疫情同时也在发烧 疫苗已经不能完全的预防感染 世卫组织的秘书长指出 世卫专家团准备好第二次进中国 探求疫情起源的答案 希望得到足够权限 但是找到疫情起源 也没办法急 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 2019年底在武汉华南市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演变成重创全球 夺走超过688万人生命的新冠疫情 世卫组织专家2021年造访武汉 显然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世卫组织总管事谭德塞博 准备派第二批专家到中国调查新冠病毒源头 但前提是中国批准 今年5月底 谭德塞在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 就曾警告新冠病毒变异株不断出现 可能更致命 全球必须为下一波大流行做准备 本月他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 再次呼吁中国提供更多新冠病毒起源的讯息 并容许世卫组织全面接触相关资讯 眼下之意难道是上次调查困难吗 重新所有假设一直存在 但他相信最终会找到答案 外加部强调中国始终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 但坦德塞还要求世界其他国家 在与中国进行双边会议时 敦促中国配合 但病毒已然扩散四年 全球各大药厂仍在加紧研发最新疫苗 主要用于预防重症 比利时瓦隆大区9月初的第一周 病例就飙升40% 9月开学后 欧美疫情平稳上升中 上周美国联邦政府授权 开始施打的新疫苗 就已经是针对今年初流行的 XBB1.5变异株更新配方 算是2023到2024年版本 已不再是加强针 主要用于预防重症 但时需入秋转冷 加上流感疫情病情 是否会再次酿成恐怖的新冠疫情呢 巴尔干半岛上的波赫 工卫专家却认为不需要太担忧 主要因为研究显示 新变异株致死率并不高 但许多活着的人 对刚过去不久的疫情 记得其他的事 经济困窘的郁闷 对逝者的哀悼 疫情封锁 困在屋内的苦闷焦虑 每个人对于新冠疫情期间 灰暗的记忆都不同 但英国这家教堂决定 纪念2019年这次疫情 还要用全新彩色玻璃窗来表现 圣玛与圣安德鲁教堂的牧师表示 上次有新的彩绘玻璃窗 是1922年流感疫情过后 当时是西班牙大流感疫情刚刚结束 百年后噩梦重演 但英国剑桥郡 惠特尔斯福德的居民互相帮助 当地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区牧师 与担任医护的村民 组成志工队 关怀隔离中的村民 就像一百多年前一样 小村知名筹款在座一扇彩玻璃花窗 专业仪式从设计到完工 花了超过一百天 参观民众看了多半相当感动 因为想起自己疫情期间 遇到过的各种好人好事 教堂窗户上留下的 不再只是高天之上神的荣耀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与困难中不轻易放弃的希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